嗨,大家好,我是Jesse,能好 尼匡曾经跟黄瞻约定,他去世以后用黄瞻来为他写晚联 但这个约定两年之后就破产了,因为黄瞻先踏而去 为此,尼匡三天吃不下饭 如今,87岁的尼匡也嫁和西去了 但他留下的那些精彩瞬间,或许能改变你我的人生观呢 来,了解一下吧,记得点赞,转发和订阅哦 尼匡的一生是个传奇,他原名尼聪,自义名,是上海人 57年冬天,他在内蒙,拆了一座损毁的小木桥上的木头烤火驱暖 被判为反革命 也有说是因为他养的小狼狗把领导咬伤了,真假不知 反正尼匡逃回上海,最后辗转逃到香港 这些经历,在今天看来,很有些传奇色彩 来到香港后,没有文凭的尼匡在工地上搬砖 午饭跟工友们一起吃叉烧饭 看见米饭上盖着那么多肉,开心的手舞足蹈 有一次,一位工友手中的报纸引起了尼匡的注意 他拿过来看了几眼,觉得上面的文章写得太烂 于是自己写了篇反应土地改革的小说投给报社,竟然被刊登了 从此走上了职业写作这条路 必须要提一句啊,尼匡虽然才初中毕业 但他其实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博览群书 文凭高低和询问多少没有直接关系 那个时候,正是香港报业的《黄金时代》急需写手 这给尼匡提供了大有座位的舞台 他左手写社论和影评,右手写武侠小说 还在新报上开出《黑女侠》《木兰花》专栏 1959年,大侠金庸创办名报需要大量的通俗小说 惊人推荐找到尼匡,两位才子的合作正式开启 1962年,在金庸的鼓动下,尼匡开始了威斯里的创作 威斯里系列不知大家看过没有,但想必都听说过 媒体一般把这个系列称作科幻 我倒觉得称作悬疑灵异更合适 因为科幻小说的基础应该是科学理论和科学逻辑 像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和《刘慈兴》的《三体》 你会觉得那些天马行空的超级技术 都有站着着脚的科学理论和逻辑支撑着 而尼匡的《魏斯里系列》,其故事的基础多数并非科学理论 而是有很多神学、民俗学和玄学方面的东西 所以啊,如果把《魏斯里系列》看成科幻类 你会觉得它写的不够好 而如果是当成悬疑灵异类,你会觉得它写的特别棒 尼匡的小说一般公认的三大长处 第一个是创意 它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经常让读者拍案叫绝 比如,它在《头发艺术》中写道 每一根头发如果都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运用 那比只有十只手指来操作,效率要高出多少倍呀 怎么样,这个创意不错吧 第二个长处是尼矿特别善于掉读者的胃口 在多了一个故事中,一艘遇难的船上有二十三个人 结果救上来的却有二十四个人 这多了的一个自称是船上的海员 但整艘船却没人认识它 这种诡异的事情自然是让读者十分好奇 非要追到底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第三个长处是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 尼矿不是一个喜欢炫耀自己的人 但它不经意见显露的渊博知识 已经让人感觉到了它文化底蕴的深厚 说起文化底蕴 金庸几乎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这方面的大师 他将真实的历史知识融合到虚构的故事框架里 竟有种假作真实真一假的意境 但尼矿能接触金庸的小说 在一段时间内为金庸代笔 你说它的文化底蕴就算比不上金庸 是不是也不会差很多呀 尼矿在明报任职的时候 金庸的天龙八部正在报上连灾 但金庸也需要休假 他好不容易排出两个月的时间赴欧州放松 然而正连灾的热火朝天的天龙八部停不下来 于是只好交代尼矿为他代笔 而且千叮宁万嘱咐 要求尼矿不能把书中的人物弄死 一个也不行 但古灵精怪我行我素的尼矿哪里能守规矩 他极其讨厌书中阿子这个人物 既然不能弄死他 那想点其他办法 于是早上金庸才登上飞机 下午尼矿就让阿子瞎了眼睛 弄下阿子 尼矿自己是爽了 却让金庸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这完全打乱了他的写作计划 不得不重新安排人物的结局 虽然被尼矿坑了 但金庸的明报却离不开尼矿 除了因为尼矿才高八斗之外 还因为他惊人的写作速度 他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 据说他四天就能完成一部小说 一个月完成八部 有两年 尼矿每天出产两万字 一个月同时写十二份连载 他在书桌前用绳子 调弃十二个夹子 每个夹子加一部书稿 一份一份轮流写 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导演张车知道尼矿一肚子奇思妙想 就找他为自己写剧本 结果尼矿几天内就完成了剧本 独臂刀 张车拿去一拍 反响出奇的好 尼矿就此走上职业编剧之路 而张车也因此成为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 尼矿写剧本甚至比些小说还快 据说他的书桌有八个抽屉 一个抽屉一个剧本 每天给每个抽屉分配一个小时 八小时写完就去找朋友喝酒 后来粗略估算下来 从独臂刀开始 少使四百多部武侠剧中 尼矿一人写了261部 加上那些未能拍成电影的 他竟然一共写了567部 真是令人咋舌 对了 抗日英雄陈真这个人物 就来自尼矿笔下 据他自己说 他在报上翻阅新闻时 翻出货原甲有个大弟子 于是就给李小龙写金五门 一手虚构出了陈真这个人物 尼矿写作速度如此之快 除了因为高产能多争稿费之外 还跟他酷爱喝酒有关 八小时写作完成后 抽屉官心安理得的 去找朋友喝酒 他有很多酒友 古龙是其中最铁的一个 一开始 古龙的小说在台湾遭排忌 尼矿读到后 大为赞赏 就替明报向他约稿 绝弹双交因此而产生 两人就此成为挚友 1967年 金庸需要离开香港一段时间 找来古龙顶替他在副刊上 倚天屠龙记的位置 古龙写下 流星蝴蝶剑 1972年金庸封笔 古龙写出陆小凤 名声直逼金庸 而这一切都源于泥匡的慧眼师英雄 古龙这一生 像极了他笔下的人物 讲义气爱女人混黑道 花钱如流水 喝酒不扎眼 是个彻彻底底的浪子 每次拿到稿费 第一件事就是买酒盒 通过喝酒 他结交了注入泥匡 林清选这样的同道好友 泥匡评论古龙喝酒的架势 说那不叫喝 而叫往喉咙里倒 每次两人一起喝酒 至少一人一瓶 刚相识那会儿 因为谈得太高兴 喝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 两人都被送去医院打吊针 古龙非常看重 同泥匡的情谊 曾说 若有人要拿刀来杀泥匡 全天下能为他挡刀的 只有我一人 但古龙没能践行自己的诺言 因为他走在了泥匡的前面 由于错失了带有肝炎病毒的血液 古龙身体迅速恶化 不久离开了人世 年仅48岁 泥匡赶到台湾 为他筹办葬礼 写下了300字的副告 还买了48瓶XO 陪伴古龙下葬 顺便提一句 葬礼上同泥匡一起失声痛哭的 是女作家三毛 古龙地下有之 当感叹 自己虽然生命短暂 但拥有像泥匡这样的朋友 也知足了 由此可见 泥匡身上也流淌着 狭肝易胆的血液 也有着古龙那样的浪子星星 年轻时的泥匡 同古龙一样 生命中离不开女人和酒精 那年蔡兰拍电影 请尼匡去客串的作家 说为他准备好了路易十三 作家演得不错 蔡兰于是又找他演嫖客 结果还没开拍 尼匡就喝得不信人事 洪金宝只好扛着他上场 电影上映后 有人找尼匡的太太 李果真告状 说一个大作家演嫖客 有伤大雅 尼太太直接来了一句 作家和嫖客 都是本色出演 果真是一家人 你太太真够坦率通透的 尼匡年轻时留恋花丛 但年长后立马变了一个人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再说 1989年 尼匡 黄瞻 蔡兰三大才子 搞了个明星访谈节目 起因是尼匡看上夜总会的妈妈桑 经常约黄瞻和蔡兰去那儿 给女孩子们讲笑话 结果妈妈桑没追上 钱还白花了 痛定思痛 三人决定 与其花钱逗女孩子们笑 不如自己做个节目讲笑话 还能大把赚钱 于是就有了横空出世的 今夜不设访 他们请来了张国荣 林青霞 张曼玉 周润发 成龙 王祖先 等一众当时最火的明星 三个才子老司机 口无遮拦 什么都敢问 那些明星竟然也都毫不避讳 什么都敢说 一问一答之间 贡献了无数 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名言和金句 比如黄瞻一见张国荣 就想去嘴他 而张国荣则称呼黄瞻为Darling 倪宽为Sugar 蔡兰为Honey 倪宽对张国荣的盛世美颜 大为倾倒 说眉目如画一词 就该形容美男子 聊斋志意里就是这样使用的 再比如 当时郑芷琴霞同秦汉感情最好的时期 秦霞在节目里 眉飞色舞的大秀甜蜜 倪宽却说 秦汉真的不是很好 很一般 当黄瞻打圆场 说这是倪宽的妒忌时 倪宽脱口而出 至少他是一个胆小的人 不敢行动 到现在为止 不清不楚 真是一语成诚 但也不得不佩服倪宽眼光毒辣 秦汉一直磨磨唧唧不求婚 使得林青霞十年青春惨淡分手 最后嫁给了商人行李员 三位才子喝酒的喝酒 抽烟的抽烟 以不正经的嘴炮方式 让那些如日中天的明星们 心甘情愿地卸下了心房 1992年 倪宽移民去美国享受田园生活 节目就此结束 留下了香港综艺史上的一个神话 倪宽曾说以后就留在美国了 但2007年 他却带着太太搬回了香港 倪宽自嘲食言属于晚节不保 他解释食言的原因 是因为太太怎么都没法适应美国的生活 自己只能陪她回来 后来倪宽透露 太太得了脑部退行性疾病 会反复询问别人 今天星期几 直到把人问到发疯 倪宽因为牵挂太太 不敢去外面参加活动 还把自己也弄成地质上 两人一起苦中作乐 老年倪宽终于让自己活成了宠妻狂魔 如今倪宽已逝 希望生命的那一头 他能继续和古龙一起大碗喝酒 和黄湛一起大开嘴炮 最后我要说 让我们珍惜四大才子中 瘦过仅存的蔡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